小混混正在巷子里放水 可下一秒 这时黑暗中出现一个男人 他用刀架在混混的脖子上 逼问对方自己女儿的下落 混混表示并不知情 还说自己只负责传递情报 男人也不废话 直接砍掉了他的手臂 男人名叫强哥 是一位普通的公司职员 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 这天中午他在餐厅吃饭 一转头看到好友阿伟也在这里 于是他立马上去打了个招 却没注意到旁边的几人都在冷眼盯着自己 阿伟找了个借口将他打了走 强哥虽然心生疑虑 但也只能先行离开 晚上他在公司里加班 这是家里的门铃响了 得知来人是丈夫的好友阿伟 妻子毫不犹豫替他开了门 可没想到阿伟竟然浑身是伤 并且还少了三根手指 嘴里也不停地倒着钱 正当女人一脸懵死 一把枪顶在了阿伟的脑袋上 隔天一群警察找到强哥 说他好友和妻子被杀 女儿也不知所踪 在接下来的例行询问中 警长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阿伟是警方的卧底 可由于强哥提供不了任何线索 警长只能让他先行离开 伤心欲绝的强哥回到家中 发现屋里已是一片狼藉 看着女儿画的全家福 他再也忍不住彻底崩溃了 突然一双大手捂住他的嘴巴 强哥曾在海军路战队扶过意 他不费吹灰之力便将此人放倒 并质问对方到底是谁 来人说自己叫老黑 是阿伟的线人 接着他从兜里拿出一把钥匙 说这是阿伟留给他的 老黑起身后开始指责强哥 表示阿伟的死都是因为你 原来昨天在餐厅的时候 他把阿伟引荐给一个黑帮 黑老大丧彪开始并没有怀疑 不料强哥却主动过来打招呼 这下可把阿伟害惨了 于是他找借口将强哥打发走 可惜还是被丧彪发现异常 所以派人杀了阿伟和他的妻子 老黑还告诉强哥 丧彪他们是一个人口贩卖团伙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是负责此案的女警 强哥本想让他帮忙 但老黑却说女警是丧彪的人 他让强哥赶紧离开 自己留下来摆平对方 强哥只好从后门溜走 等女警进入屋内时 老黑抱着一个袋子 说里面是丧彪丢失的两百万 女警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两枪 可当他打开袋子才发现什么也没有 老黑狠狠嘲笑了他一番 接着扔出去一枚手枚 他选择和女警同归于尽 另一边 强哥根据老黑给的钥匙找到一间仓库 而这里正是阿伟的秘密基地 男人在桌子下方找到一个手提袋 发现里面足足装有两百万现金 看来这些钱才是好友被杀的关键 不久前强哥的好友和妻子遇害 女儿也不知所踪 并且警长还告诉他 好友阿伟竟然是警方的卧底 这令强哥有些难以置信 另一边的丧彪因为弄丢了两百万 导致幕后老板非常不满 即便挨了一顿臭骂 他也不敢多说一句 当晚他带人回家时 手下发现车胎被人扎破 于是丧彪让一名小弟留下来等拖车 谁知这小子喝多了 来到巷子里解决内疾 结果遭到强哥的袭击 强哥拿刀威胁他说出女儿的下落 可小弟对此却毫不知情 见问不出有用的线索 强哥直接砍掉了他的手臂 得知小弟被杀丧彪顿时慌了 他让手下全都来家里保护自己 但丧彪并不知道这是强哥干的 还以为是幕后老板给自己的警告 晚上他的另一位小弟黄毛正在叼车 殊不知自己已被强哥盯上 强哥故意把车堵在前方 此举引得黄毛很是不满 他不断地按喇叭催促 不料强哥又突然启动汽车 在路口来了一个原地掉头 并将车子停在他旁边 这可把黄毛气坏了 还扬言要抹了他的脖子 结果下一秒就被飞刀刺穿喉咙 强哥淡定地把车开到一旁 黄毛则捂着伤口想要逃跑 可这时有两名女孩路过 强哥赶紧让他们离开 黄毛健壮立马抛枪 就这样黄毛去了西北 强哥拿出他的手机 利用面部识别获取了里面的资料 此时的丧彪也遇到麻烦 幕后老板派杀手来到他家里 威胁他三天之内必须把钱找回来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丧彪下的一句话也不敢说 而强哥则通过手机 找到丧彪仓库的地址 接着他独自一人杀了过去 在看清强哥的真面目后 丧彪说他们之间并无仇恨 一切都是你的卧底兄弟阿伟造成的 原来阿伟私吞了买家的定金 丧彪逼着他把钱交出来 可阿伟不想功亏一篑 于是把他们带到强哥家里 阿伟本想着找强哥求助 没想到当晚他在公司加班 而丧彪误以为强哥的亲女是阿伟的家人 所以将两人射杀 得知真相的强哥问他自己的女儿在哪里 结果遭到偷袭被人打晕 等他醒来时已被绑在了凳子上 男人被绑在椅子上 一个壮汉用喷火器将铁丝烧得通红 然后塞进他的指缝里 强哥顿时痛得撕心裂肺 好在丧彪制止了这一切 他让强哥说出藏钱的位置 自己就告诉他女儿的下落 为了女儿的安全强哥只好答应 随后丧彪带人去拿钱 只留下壮汉一人独自看守 壮汉刚想打个盹 可下一秒就被人用枪顶住脑袋 来人正是负责此案的警长 他为强哥解开束缚 并将壮汉反手铐了起来 不料强哥却从身后偷袭了警长 这把壮汉看得一脸懵圈 原来强哥打算亲自替妻子复仇 另一边 丧彪的手下已经找到了丢失的两百万 可他们正要拿钱走人 却发现袋子被卡住了 旁边的女咖拉看到袋子连着一根铁丝 铁丝的镜头勾着一颗手雷 丧彪顿感大事不妙 钱没了自己的命也要丢 他立马返回仓库里 发现小弟已经去了西北 这时幕后老板又打来电话 催促他赶紧把钱交回去 丧彪来到约定的餐厅 把箱子交给老板 可对方打开箱子才发现钱都被烧毁 丧彪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两人干掉 这样就再也不会有人威胁自己 然而他刚回到家 又看到儿子的骨灰被偷走 突然外面响起汽车的引擎声 丧彪赶紧追出去查看 发现强哥不仅把骨灰扬到地上 还把坛子也给摔了 他气得瞬间上头 开着车子就跟了过去 却不知警长也在门口蹲守 三辆车先后来到一处废弃的工厂 丧彪四处寻找强哥的身影 结果反而被强哥用枪控制住 正当他准备干掉丧彪时 警长及时赶了过来 丧彪不知道对方是谁 就在两人争吵之际 强哥一枪打中丧彪的手臂 警长劝他不要冲动 他们还需要查出其他被管儿童的下落 强哥明白其中的道理 于是缓缓放下武器 就在警长准备带走丧彪时 丧彪却说他女儿已被分解卖到了世界各地 接着又威胁警长放了自己 否则你儿子也是同样的下场 这下彻底激怒了警长 他解开丧彪的手铐 但他并不是真的想放人 而是打算借强哥的手将其除掉 随后警长便潇洒离去 丧彪见状赶紧掏出小刀 可他怎么会是强哥的对手 很快就被一刀刺中负鲁 不过强哥并没有急着动手 他要让丧彪受尽痛苦而死 接着他手持一根特制的狼牙棍走来 丧彪此时也不再嚣张 只能任由棍子狠狠抽打在自己身上 最终丧彪被砸成一团肉泥 强哥也终于替妻女报了仇 故事的最后 警方通过线索剿灭了整个犯罪组织 强哥则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电影也到此结束